约拿书一章第三节 约拿却起来逃亡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吓到约帕 约拿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前往尼尼威去宣告上帝的话 反倒逃亡约帕去躲避上帝 在某些场合中,上帝的仆人会退缩不尽责 但其结果为何呢? 约拿的行为是他蒙受什么损失 他失去了上帝的同在,不再舒适地享受上帝的爱 当我尽信徒的义务去侍奉主耶稣时 上帝必与我同在 纵然全世界的人抵挡我 但是有上帝的同在,这些难处又能把握怎么样呢? 但是如果我寻求自己的意愿 就如同没有驾驶员的船在海中漂泊 继而我会悲伤地叹息 我的上帝啊,你到哪里去了 我怎能愚蠢地逃避服侍你 这个代价太刀了 求你让我回转,以致我能因你的同在而喜乐 约拿也失去了心灵的全部平安 最瞬间就毁灭了信徒的安慰 约拿失去了能给他安慰的一切事物 因为他不遵行上帝的旨意 他无法恳求上帝的伏辟 他不能说 主啊,我在执行任务时遭遇困难 求你助我胜过 他偏行几路,自食其果 基督徒啊,不要效法约拿 除非我非常希望巨浪,怒涛,淹没我 我会发现逃避上帝的工作和他的旨意 比我立即顺服更为困难 最后,约拿因要往他失去而浪费了时间 与上帝对抗是难事 让我立刻降服于你 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预想的 我心引路,我他和我你都心疼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幸 我沙头上的话 你便有一句不知道 你在我今后环绕着我 暗示在我身上 这样的奇妙 是我不能擦透 你的枝格,你的尊贵 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舍弃 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可躲避你的灵 火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地底 就在那里 你的双手 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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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我 我舌头伤你我 你没有一句不知了 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 安守在我身上 这要的奇妙 使我不能测头 你的枝高 你的珍贵 使我永远 不断锁尽 我可以往哪里 去躲避你的灵 我可以往哪里去躲 可躲避你的灵 我若展开轻声的翅膀飞到地上 就在那里 使我不能测头 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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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